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廣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次我們說說以前叫肥佩奧的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現在就不可以叫肥佩奧 因為身材現在都相當健康 這是現實來很健康 原來他不是挺台的 原來挺台是有價的 他們經常說我們要基於價值 外交引號的 價值值多少 沒錯,原來價值不是普世價值那些 原來是真是銀子 那當然了 大家想一想,其實蓬佩奧值多少錢呢?大馬Sir 你知道 10萬美金應該可以了吧 請得獄他了吧 雖然他也是很便宜 相對於其他人來說也算便宜 那蓬佩奧呢 50萬 15萬 你說了 15萬 差那麼少 是啊 蓬佩奧算是耕耐爛做的 蓬佩奧當然是第七十屆 美國國務卿 他 有台媒就問 聽聞 這個蓬佩奧 賺助費真的很聽 賺助費 就好像未付15萬美金 才來台灣 有人就直接問番薯昌蘇貞昌 蘇先生 有沒有這件事 番薯昌 就沒有直接 說沒有 不過 他就說 我們都是按相關 規定辦事 即是市價 即是有的 是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有台媒 找到一份 贊助的文件 七頁的 秘密文件 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 原來 他們就說 這個價錢很正常 為什麼呢 他也是人 他原來也是找一些 公司幫他 難聽點說接作 也不是難聽 不能聽的 是的 不用吃嗎 你說是不是 不用吃嗎 台媒是真的曝光了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 你知道 這個 蔡政府如果 有一點點東西 不適合他 心意 或者有一點點 不對勁 他一定出來否認 是沒有否認的 這個番薯昌蘇貞昌 按規矩辦事 他就說 我們要強調一件事 蓬佩奧 在他任內一直都是為我們台灣地區發聲的 亦都加速了對台軍售 好像對台軍售 他送給你 你不用付錢 很多本來不合你的限制 都在他 做國務卿的任內解除了 我們非常肯定 以及感謝他的貢獻 以及對台的友誼 他做專程 四任之後 來一次 15萬元是否銀資 專程 他是工作 他就說 我們特別感到溫暖 15萬也算 划算 划算是 蘇貞昌說 因為是台灣人的錢 美國 卸任的相關政治人物 或者 各界名人出訪 都有一定規定 我們都依照相關規定進行 究竟有沒有付錢 應該是有的 因為 台媒的這份文件是清清楚楚的 是清清楚楚的 其實 那份文件就是 台灣地區駐 美的 一個代表處引號 跟 美國當地政治公關公司簽署的合同 就寫明了 15萬的酬金或者賺助費 邀請前 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到台演講 即是那些人說 好感動 他聽我們 喂 收了錢起碼也做點事吧 當然有些學者說 其實他很划算 好像來自宜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兼副教授 王正倫 他都經常想 政論節目 他就說 如果 蓬佩奧收費只是15萬美金 這個價格很低 他就說 對於 歐美四任的政治人物來說 收取演講費是合法的 這個就是 台美政治文化的差異 其實台灣四任那些都可能有人 收 王正倫也說 有關外國政要 收費是歐美國家常態 他就說 前美國總統克林 當年都去過台灣10年的時候 他更貴 但是他總統 對呀 前總統 跟前國務卿差那麼遠 收費也應該 國務卿也有權 但是 怎麼說呢 因為 特朗普的任期 很多盟友都不喜歡特朗普這屆任期的官員 所以 深刻來講蓬佩奧也是被人 排擠 形象一般 當然那些王人很喜歡他羅冠聰 很喜歡他 還寫了我所認識的 蓬佩奧 不過你看不到的 要Patreon才看到 所以沒有人看 因為蓬佩奧見過他 蓬佩奧 戴馬常維有沒有記錯 好像也見過肥佬黎 有見過 原來 克林頓 是他五倍價錢 75萬美金 所以 蓬佩奧 很划算 不要這樣比 差很遠 他也說非常低廉 說真的 克林頓的個人魅力是更加高的 是更加高的 這位教授 亦都說 西方國家政要卸任後 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是演講費 我想 我們前總理上次去了台灣 阿伯特應該也有 是呀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呢 我想更便宜 因為澳洲影響力不太大 十匹 十匹美金 十匹美金 會描述 卸任政要演講法 因為這是卸任政治人物的最好收入 這是現實 但是你用紙牌屋和 白宮風雲 來說 好像很差 你的比喻因為是戲 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你應該說 前英國首相文翠山美姐 都收到最少10萬磅 差不多 合理一點 他亦都說 其實15萬是很合理的 亦是合理的收入 亦是當事人從政資本和 正當收入 這是現實 當然挺台當然有價 你會叫他 自己出張機票來 我為了普世價值 別傻了 你也散忘了 不是開玩笑 王正賢亦都說 同樣道理 蓬佩奧 去台灣透過他的公關公司 基金會 當然 間接做很多工作 他個人覺得15萬非常合適 並且蓬佩奧來台挺台的 現行表現加上這15萬 總之是值得 即是他說現行表現之後 算你了 懂得配合 不過他說的挺台也不是很堅實 因為他始終都知道自己是 前國務卿 有些事都不能亂差 而且可能將來亦都要 可能將來亦都要選 所以說話都不能去得太盡 對 不過他說的都很盡 我想他都很難選 說到這麼盡 我們說過他講過什麼 他就說 而且他需要龐大的後勤才可以支持 他對政策研究和發展還有政局的研判 所以他覺得15萬 真是 很便宜 很便宜 這個數字 曝光會不會影響到 其他國家的價碼呢 當然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是中國部分 對呀 其實這個都要等他盜米壽星 可能他說 如果他推出一推 台灣給我150萬 有些地方可能給我200萬美金 所以其實可能他覺得 什麼那麼壞呀 台灣媒體 曝光了我們的底價 這位 島內的所謂專家就說 他覺得 這個是台灣地區和美國在政治和學術上的文化差異 我曾經在美國留學過 過去曾經被要求參加一些美國卸任總統的演講 說真的 你不要以為他邀請你不用錢 邀請你還要付1000元美金入場費 但1000元對於當年的窮學生來說 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過 如果你是認識一些僑領的話 他有一張票多了就可以 給你帶你入場 他當時也覺得 在美國 聽政治人物演講 原來你付錢的 後來旁邊的人才會覺得 這些就是 中美兩邊的文化差異 他這樣說 他也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 知道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他就說 美國 退下來的政治人物 是有價格的 是要付錢的 他也說 雖然是收費 但是不會影響政治人物良心 這句話你真是說得好笑 不會影響良心 唉 他就說 他收的演講費 並不是叫我說什麼就說什麼 那也是 因為你叫他大聲地說 蔡英文很厲害 蔡英文立刻讀了 他也不敢說 不過他也是呼籲而已 呼籲美國承認 台灣外交 應該是叫 促進 這個 他首先說要促進台美關係之後 就是呼籲美國外交承認台灣地區 就是這樣 他也不夠大聲地說 台灣是個獨立國 他也不敢 暫時 不過已經夠出格 六媒都很開心到震 已經夠開心 當然 他不是 我叫什麼就說什麼 你給他價低 可能價高一點 可能好一點 現在 最搞笑的是 蓬佩奧也親身經歷了 台灣地區的303大停電 是嗎 經歷了台灣地區的303大停電 那麼 會不會看到 唉呀 你怎麼這麼流的 我一來你就出事 究竟蓬佩奧還有什麼說呢 蓬佩奧 其實呢 3月4日就在台北發表 說話 他就說 美國應該外交承認台灣地區是自由主權國家 北京同日當然要回擊 因為這些是不行的 說這些 其實是鼓吹台獨 當然他也不大聲地說台獨 不過就說 希望美國 可以外交承認 蓬佩奧 現在看到他 口罩也挺搞笑的 上面寫著堅魚盆石 說真的 左邊是台灣地區 旗 右邊是美國國旗 然後下面寫了一行字 5% 對 挺過癮 是不是叫做此地無銀三八兩 沒錯 當然 外交部發言汪文斌先生 亦都在禮行記者會上說 蓬佩奧是一個 順遇破產的前政客 這樣一個人的 狂言妄語 是不可能得請的 蓬佩奧當然仍要 遠景基金會的邀請 3月4日上午在 台北的 君悅酒店 他們叫飯店 發表大約 20分鐘講話 他主張 一方面 應該持續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主權政府方式交往 另外一方面 他指美國 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 但是 如果你 叫美國 對台灣地區外交承認 美國 可能跟中國的 關係 就會很嚴重 還可以交往 這個 問題 相當地嚴重 你也知道這樣是不行的 不過他只有港幣 15萬美金 就是這樣說一說 他就勸 美國現任政府 對台灣地區 要外交承認 引好 你當時 又不外交承認台灣地區 他現任的時候 是不行的 射了任 都不是很行的 都是 就這樣說 但是他這樣說 也是傷害了 中國人的感情 他也說 不應該再被忽略 躲避 或者視為遲等 就是這樣 當然 這句話 都會令人生氣 亂差地說 外交部也說 蓬佩奧 和蔡英文 的 會誤 是無恥和徒勞的 也挺搞笑的 蓬佩奧 弄了一條 帶子 不是彩帶 是紙帶 好像很奇怪 而且 很搞笑 這個蔡英文 就向蓬佩奧 授予勳章 什麼勳章 什麼荷蘭水蓋 對 就是向他 攀授 特種大 授警星 勳章 什麼授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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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表彰他長期支持台灣地區國際參與 為台美關係 帶了很多突破性 繼續貢獻 繼續貢獻 喂 等一下 這個什麼勳章之外 有沒有少許獎金 那些 那十萬 嘩 絕對 對 蔡英文說 過去蓬佩奧 形容台灣地區 是民主成功的故事 可信賴的伙伴 以及 世界兩線的力量 你記住 他們不用善良 善良 台灣最終喜歡良善 今天很高興 和蓬佩奧 率領的代表團 親身見面 親身見證 他和 我們 島內人民的 友善 和熱情 還有對民主的堅持 蓬佩奧也 致詞 自己四十年前 在軍隊服役的時候 他了解 做對的事情 是必要的 為什麼你有權的時候 就不承認呢 宣佈台灣獨立 和特朗普一起 他又不敢 他就說 領導者 必須提供 人民自由繁榮的生活 他 很高興 和蔡英文一起 做到了 他就說 如果大家 過去 將自由當作 理所當然的話 你只要看歐洲發生的事 就知道 自由 不應該當作理所當然 要持續地 深刻地 來維持 要加一句 持續地深刻地 記得 用銀兩 沒有銀兩就很難回事 最好無限 請我一次 蓬佩奧也提到 就如蔡英文說 我在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 美台關係有很多突破 他也相信 美台只要有決心 就可以維護自由 不被侵犯 相信 蔡英文 不會看著 別人來踐踏 這塊 自由的土地 美國也都會 跟台灣地區 站在一起 不過現在 你是沒權的 你只有一個港字 他 也說笑地說 很期待 可以吃下 台灣的 鳳梨乾 也感謝 台灣人民 為烏克蘭所做的貢獻 這也是好笑 鳳梨乾很甜 不過 你現在又說 要減磅好注重飲食 我勸你不要吃那麼多 當然 蓬佩奧 在台行程相當緊湊 除了 3月4日有行程 3月3日 他還跟 吳祖舌 吳超舌 台灣地區 趕你這個外事 人物 有五宴 之後他又跟花樹昌蘇貞昌見面 花樹昌蘇貞昌就說 美國一再表示 這個台美軍是堅如盆石 即是大過口罩就已經 其實都挺有趣 堅如盆石 看看口罩上面都寫著堅嚴 堅如盆石四個字 多有趣 他就說台美關係 是更加堅定的 令到我們對一些 想對我們不良企圖的侵略者 告訴他 你們不要輕舉妄動 但他現在沒有權 可以調動到三軍 應該不可以吧 我剛才也說過 蓬佩奧 就見識了台灣地區303大停電 我覺得在島內有個人的實力 是比蓬佩奧更加強 是什麼人 甚至蔡英文也聽他說 這個就是郭台銘 他也對303大停電 是有話說的 郭台銘是故意發出聲明 因為作為台灣的大老闆 他是要說些話的 他就說 首先 台灣地區的默默 在經濟發展 電力充足 供應穩定經濟發展的前提 就是能源 議題必須 整合環保議題 台灣地區的發展 還有 我們的安全問題 等等都是要一起討論的 現在大家都將矛頭指向 這個黃美花 掌管經濟的 那位阿姐 花姐 和台電 但是 這個 不可以的 因為不是一個 部門 和一間公司 可以解決 這是現實 因為 你 很多問題 不是 又不可以怪花姐花姐 都是 出來頂個雞頭 這是台灣地區長期以來的大問題 基建被拆 當然 郭棟也說 黃美花 我認識他很久了 過去他協助包括中小企的專理部局等等 認真負責的 由事務官 姓任 在我看來 他依然是個好官 但是 我們問題 尤其是能源問題 冰凍三尺 非日日之寒 但是他一個 去搞 其實 很難的 因為問題 是錯綜複雜的 這是現實 他亦都說 我想任何人都 沒有辦法可以做好 防疫需要 指揮人 指揮人也很差 很流 是的 陳時中之前 郭投銘也對他有些微言 他亦都說 能源 亦都需要 跨部門的 指揮人士 現在科技日新月宇 全球 環保減碳議題 亦都敦促我們走向 碳零排放的方向 過去的認知不應該僵化 應該從 能源性質的結構比例 考量一下我們現實的狀況 進一步優化 我們的能源政策 並且引導 民眾了解任何決定的 德和實 他亦都說 昨天 媒體 的 標題 我是個先知 為何感覺 那麼厲害 他就說 我是尊重人民的 選擇 和決定 就說去年公投引好 之後他回答記者的時候 問題重點不是公投引好的結果 而是考量 計算經濟成長和不穩定電力來源 會令台灣帶來什麼挑戰 所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要做好什麼準備 而不是 他呢 他呢 就只是說 那些什麼 勇核 反核 那些東西 和勇歸祖 反歸祖之爭 這些東西 其實港爭現在 不投都投了票 都沒什麼用 事實上都是 那麼他就說 應該有備而戰 電力充足 民生經濟才可以欣欣向榮 彼此有加成效應 第三 那麼他呢 就說 應該是指執政黨 其實他就 有點微然 那麼他就說 政治是要為經濟服務的 即是為他服務 他是經濟大佬 升級能源問題的衝突和矛盾 是只會內耗的 不管你是在潮還是在野 專業問題都是回歸專業 這個說得對 應該回歸專業問題 能源和環保問題 不應該對抗 而是應該考慮 聽到 是不是 應該考慮核能呢 但他拆了核四 即是他意思是 你現在 令到核四沒有了 又剛好又停電了 那他應該想一想呢 他說 這些東西都不應該受到政治干擾 以及不應該預設前提 大停電 或許 和缺電 沒有什麼關係 不是 我覺得 有 有的 但是作為一個產業的資深人士 相當謙虛 說這句 或許 很多人擔心缺電的 產業和老百姓 都是 很多的 所以我要為他們發聲 執政者應該不是為 這一任或者下一任準備 但是台灣就是這樣 藍綠落豆 好嗎 而是要提出 怎樣可以支持台灣地區長期發展能源的政策 制定能源轉型的因應措施 轉型的痛苦是有的 但是我們要有避案 所謂 有避而無後患 有點難度 最後他就說建議政府 舉辦提高 這個 領導層的能源會議 責成跨部門 就是 要有 一個共同的指揮官 你就找蔡英文 跨部門 很難 以上的都是要 一起討論的 黃美花 和台電的 負責人 他們現在 承擔的 不成比例的責任 那又是 他都說得公道 這個都是他說得公道 不是他 一個人 可以 攬 現在可能一個人逼他攬 應該整個錄影 整個賽政府出來 一起去頂才對 但是 我看到貌似 好像推了他出來 還有一個傻子叫杜汶澤 還說 花店貪好玩 現在他們很忌諱這句話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